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 亦受到古埃及及古希臘所影响的 由最初的蝎子穿了鱼、豹和狗 衍生到今天的中国、南韩、日本、越南、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 现在就由阿Kim带大家穿越时空 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錦囊 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 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勇气 假如没有内容的话,它根本就不能存在 苏玛的朋友,你在2017年 你的人缘一如既往,一样是这么好的 今年特别要小心留意与异性交往 尤其是避免分外情 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 要小心健康 部分属马的朋友 你可能在股票上 或者楼宇炒卖上是可以获利的 不过必须要把握时机 同时也有幸运之神的眷暖 不过春风得意马蹄疾 旁人看得心旅行 所以行事最重要是低点 对于属马的朋友来说 阿Kim送给你的锦囊是 如果你想征服你身边的人 或者真真正正地去征服一群人的话 你必须要以包容为本药 这个也是我们传统瑜伽思想的一部分 希望你有所得着 愿主与利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上 Youtube Cent